以下的两幅GIF图就是大范围延伸摄影的拍摄的成片 延时摄影相信大家都不冒生 它是以固定机位长时间拍摄最后合成 得出一个缩短时间的快速变化的效果 而在延时前面加上大范围是打破了固定的模式 在记录时间变化的过程当中 同时加入了运动路径的变化 而这种大范围延伸摄影的冲击力 比固定的延时摄影冲击力更加的强大 从复杂程度上讲 左边这个GIF图大家看到 它的行动路径比右边这个图的行动路径要复杂一些 那么这个拍摄主体鸟巢在画面当中的变化 也就比右边那张图要剧烈一些 那么一些好的视频内容都是出于基本功 我们接下来就会以下五个内容 逐一向大家讲解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拍摄时要注意到情况 拍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 以及拍摄之后的制作合成的这个工作 那么分别是第一部分单反的参数设置 第二个部分三九架的选择 第三个部分地面的坑 第四个部分RR调色 第五个部分PR合成